大家好,歡迎來到紅潮秘聞,我是美玲 今天跟大家講一講,兩會前夕,北京街頭竟然有人演講拉橫幅 習近平事日不長了,後繼有人的根本大計已經擺上了日程 中共兩會召開的前夕,在網上流傳著這樣一件事 傳出在北京街頭,有男子用抗音器進行演講 多人拉橫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演講者勞斥中共,動不動就將居民從家抓走 直指警察是食人民的飯,餵狗看門口 根據3月1日X平台海外爆料推出的一段影片顯示 2月29日,北京西單中有百貨的門口 有民眾聲討中共當局,動不動就將居民從家抓走 同時還打出橫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現在人民對中共當局的不滿,就此地下湧積的岩漿 越來越有噴發而出之勢 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勇敢站出來 大聲說,中國共產黨,我反對你 影片中顯示,在街頭的一處公開場所 一名年輕的男子站在台街前面 利用抗音器在演講 他身後還有4名男子拉起2個橫幅 前面的橫幅寫著 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後面橫幅上面的字看得不太清楚 演講的男子表示 警察動不動就半夜到我們家將我們抓走 問一大堆廢話 最後一句話都沒有問出來 他指責中共警察 人民繳碎養你們 是要你們為國家服務 讓國家進步的 但是警察卻打壓人民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食人民的飯 餵狗看門口 這個時候 有大批警察到場搶奪橫幅 並想逮捕橫幅的人 和演講的男子 警察走向演講男子時 這名男子正舉起一本書說 我建議大家都買這本書看 這本書叫做南京大屠殺 如果我們不將貪官杜絕 我們這種災難 還不會再來的 當警察要抓走演講男子 而遭到反抗時 被大批圍觀的民眾 上前圍堵 民眾七嘴八舌地 幫助演講的男子 這樣做有什麼錯呀 警察你們也太麻木了 你們在做什麼 憑什麼捉人家呀 對此 有網友評論講 沒有選票 算不上公民 不止反對 必須要從根本上清除 不可以死灰復燃 蘇俄見過中共 來禍害中國人 這個是特別安排的叫醒運動 需要講明的是 上述的影片 目前沒有辦法 獨立核實 它的具體內容 包括 時間 地點 以及事件的結果 當前 北京即將在3月4號 5號召開一年一度的 中共全國兩會 安保余林大敵 北京市公安局 已經發出通告清 禁止一切單位 在兩會期間 利用無人機等 低、慢、小的航空器 進行各類飛行活動 就連進入北京的郵件 與快遞 也都要進行疑似安檢 進京民眾需要辦理進京證 甚至一些路段的行人 也都會遭到 隨機檢查 隨身物品 和盤查 同時 中國各地 也都陸續借機嚴控 包括北京 武漢等地的異議人士 訪民都遭到 當地警察的嚴控 軟禁 或者被旅遊 好了 下面我們再關注一下 習近平時日不長了 後繼有人的根本大計 已經擺上了日程 習近平3月1日 在2024年春季學校中央黨校 中青年幹部培訓班 開班式上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問題 君布爾 觸緊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 突出接班人的急迫性 開班式上 中共黨魁習近平 中央書記處 書記蔡奇 中組部長李希 政協副主席 姜信志 以及普通黨員陳希 就坐在主席台上 意味深長 黨媒報導稱 在上述的開班式上 習近平作出重要的指示 強調 年輕幹部 雖然有可為 但是仲得頑強拼搏進取 而且要奮力 跑好歷史的接力棒 報導顯示 在習近平的強調中 兩次提到了接班人 有將他自己的接班人 起到儀式日程的感覺 至少給了官員更多的非分之想 同時也給了觀察者更多的下想 翻查歷史 發現習近平曾經在全國教育大會的講話中 宣稱要培養得字體美勞 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但是那時候是廣義抽象的套話而已 在開班式上 習近平還直呼 堪當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重任的可靠接班人 而實際上 民族復興重任的後序 在此之前都含糊稱 高數值幹部隊伍 或者是時代新人 因此 習近平關於接班人的緊迫感 不言而喻 如果聯想到 習近平有關利患疑善癌等傳聞 更是這樣啦 但是習近平在中共年度兩會前 趁機提出接班人要求 很容易將人拉回到前不久的動態中 今年開年 習近平病重的謠言 就像雨後春筍一樣 雖然都沒辦法得到證實 但是體獸之類的旁證比比佳時 習近平破權民家心 以及其他的徵召 包括2024年聖人出的預言 都在製對習近平現狀 實際上 中共二十大前 習近平毫無理回接班人的問題 黨媒更加是不露口風 顯示習近平要接自己的班 為了接班 習近平修憲散改連任規定 最終續任三位一體黨魁 外界這個時候才發現 習近平清除政敵對手 反習勢力 江派殘餘之後 甚至連秘密立署的說法 也都近乎小道飛鱼 而實際上 中共開展關於習近平思想的教育 等等大規模運動式的學習 也都在不斷因別 習近平政治的忠誠者 以及個人崇拜的 圖騰定位 搞笑的是 黨媒報導的篇幅中 蔡奇的講話 佔據了 接近二分之一的內容 而通常這類報導 要突出重點 習近平以外的其他人講話 都要略微簡短 更有看點的是 蔡奇並未要求在座 要老記習近平講話的內容 而是自以講法提出要求 顯示出習近平第一 蔡奇第二的最高地位 當然也都有中南海大內總管的威懾在內 這個是習近平能夠容忍的 所以 報導口氣也都不一般 蔡奇對年輕幹部提出希望和要求 有代表黨中央的意味 顯示他權傾一時 而這一個要求無論怎樣看 都應該是行政院長陳希來講的 因為這個是培訓班 培訓主管提要求才是對的 腹中墨水不多的蔡奇 也都是只能從黨媒中抄襲不少句式 比如 以黨的奇蹟為奇蹟 以黨的意志為意志 以黨的使命為使命 趴低身 沉到一線 等等 都逃不出習近平的四個兩個之類的倭寇 值得注意的是 蔡奇宣稱 許黨佈國 為民奉獻 則將黨國 初又埋在一起 講話中 雖然並未直呼接班人 但是接班人的條款 十分清楚 江湖習沒有 習近平之後再沒有接班人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語言 實際上 有些端而 在這次開班式上的報導中 就有顯然 中共作聲官員的機構 表面上是中組部 但是實際上 習近平已經將他的 耕嚴與嚴審資格交給 或者完全賦予陳希了 中共接班人的出土 也都要靠陳希的努力 所以 看似李希 姜順治 陳希 把握著中共官員作聲的七寸 但是現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全國少公委名譽主任 陳希才是主角 作為習近平稱話上鋪兄弟 陳希一直備受外界的執務 也是這個原因 陳希在中共二十大以後 背景職務通通被取締 包括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以及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 這個在中共歷史上 還是頭一次 也都難怪關於陳希的報導 少之又少 黨媒的低調 剛好講明 這個是一個狠角色 這個其實也都折射出 習近平是多擔心 自己會被怎樣怎樣 同樣也都擔心 自己死後會被開官律師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 點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